今天呢 我决定用简单一点的方式 再讲一个例子 如何用我们所学过的Angular Momentum 那清约子能界我们来判断 上次讲了一些Operator的方式 来判断一下 一个光谱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它 OK 我们都已经学了这些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利用它来了解一些很基本的现象 那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些现象里面 把量子的概念跟古典的结合起来 一起来看待 OK 好我们来看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双原子 OK 双原子的 双原子当然有很多啦 比如说我们的氢 我们的氮 我们的氧 都是双原子 因为它们都是同样自己的东西 我们要讲的是一个 一氧化碳的东西 那一氧化碳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说 最基本上来看的话 你就像它你有两颗 比如说一颗碳 一颗氧 然后这当中呢 因为间接的关系 随便 假设它就是一个碳化 那么我们从热力学基本概念已经告诉我们了 对一个双原子气体而言呢 它Degree of Freedom可以分成很多 它有位移的 它有平移的 对不对 平移它可以前后左右上下动 有三个自由度 但同时它有Rotation 的自由度 那Rotation呢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待会来讲 那除此之外呢 当然它还有振动 振动的 自由度 那一般我们讲震动 都要讲到比较高能量的状态下面 它才会有震动 比如说很高温 五六千度K的 这种状况下面 你才需要考虑到震动 要不然基本上 我们有Rotation 就差不多 蛮精确的可以来了解 它的一些状况 OK 那假设它有Rotation 那我们就想问一下 记住 CEO基本上你不要把它看成个理想气体 因为理想气体它的size是无穷小 对不对 但是我们碳有碳的大小 氧有氧的大小 OK 那我们从这个classical的这个眼光来看 classical mechanics上面来看的话 那我们就会说 这东西的旋转很简单嘛 假设只是旋转 那就好像我们在平移一样 平移 我们的能量就是什么 就是动能嘛 p平方over2m 对不对 这就是动能 但是假设是旋转呢 我们就把这个 动量呢 改成为什么呀 角动量 把我们的质量呢 改成为什么 转动惯量 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这边可以写出一个 类似这样 OK 我们可以写出这三个 相价 所以这个也非常直觉嘛 我们只是把 它分开来而已 那么 那么现在呢 假如说 我们把它转到 quantum mechanics 来看 那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 角动量啊 它就不能够单单写成这样子的 角动量而已 它要把它转变成为一个operator 对不对 比如说我这样子写 或者是 J I 你转换到 J 的operator 这些都是operator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建构出我们的hamitania出来 hamitania呢 就可以稍微把它改变一下 好 那我们就变成为 二分之一 大家都有了 提出来 然后里面呢 OK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好那么 既然我们写xyz 就代表我们有个桌标系统 那我们怎么选择呢 我们啊 我们把z轴呢 取为我们一个对称的轴 也就是说呢 我们让z轴啊 是穿过两颗 这个原子 本身的这个轴心的位置 OK 我们这样子说 所以假设是这样子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沿着z轴啊 旋转 对不对 当然了 z轴一旦出来了 那我可不可以画出x轴出来 那 x轴 那我也可以这样子旋转啊 或者是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沿着怎么样 y轴也可以旋转 OK 这样子 那我们就三个轴可以旋转 对不对 OK 但是呢 假设我们看这个东西的话 你仔细看看 假设今天是你 你抓着一个好像亚铃一样的东西 你告诉我一下 你沿着这个轴这样子旋转 跟你沿着这个轴这样子旋转 你告诉我哪一个比较容易 哪一个比较容易 哪一个比较省力 当然基本上是沿着z轴嘛 对不对 因为呢 它很小嘛 它 你要是以这个 以古典来看的话 你这个转动光量是mr平方啊 它质量都集中在中间小小区域 它的半径很小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它的怎么样 它的这个旋转呢 角动量会非常的小 OK 但是假设你沿着这个轴 你来旋转的时候 是这两颗啊 要这样子动 这样子动呢 它的半径起码蛮大的 OK 那这个时候它就比较难转 那当然啦 y轴一样 其实yx轴跟y轴完全一样的东西 只是你从这边看 跟从这边看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样一来呢 它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告诉我们什么 iz啊 it's very very small OK 或者呢 你可以把iz啊 写成这样 它很小很小于 i x 当然 i x跟i y 本身是什么 是对称的 OK 因为你从这边转 跟从这边转 你看不出来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OK 只是坐标上面 我们这样子把它分开来而已 那要是这样子呢 我们现在把上面哈密托尼啊 重新整理一下 它是不是会等于二分之一 然后呢 我们要把它 j平方提出来 i x 好 j平方是什么 根据最简单的B式定理嘛 j平方一定是各个分量的平方的核嘛 对不对 在operator里面呢 我们还是同样的定义它 所以呢 我们要是这样子的话 就变成说 你看看 i x要等于i y i x要等于i y 所以我们下面把它围是i x 上面本来是j x平方 叫我j y平方 那么现在我们再多加一个j z平方 待会把它减掉就是了 OK 所以我们剩下的这边有什么 有个j z 平方 对不对 那这一项本身下面是i z 那我们这边不是多一个j z吗 我们把它剪掉 我们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写到这边呢 我们很快的 假设根据我们 假设 假设 假设我们这整个能阶的状态呢 可以用轻原子能阶来比拟 OK 可以用轻原子能阶来比拟 假设我们可以这样子比了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直接就可以将它的 什么 i跟value呢 写出一定的形式出来 那么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i跟value呢 它一定会跟j 跟它的angular momentum 跟m有关系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边就可以把它写成了 二分之h bar平方 把它提出来 那j平方呢 就会等于j 乘上j加1 除以 i x 再加上m平方 i z 减掉 i x OK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写 那这样子写完之后 我们来判断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这个都是个假设 所以基本上 假设东西不会变太大 我们这样子来假设 所以八九不离词啊 可以看得到一点定性的效果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 因为我们知道 假设是用轻月子能界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的m啊 一定会在什么样 负j 到j中间 的这个 的这个变化 所以这件事情 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m平方 and j 乘上j加1 are in the same order 他们有同样的order OK 也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order 中文叫什么 他有同样的次方向 OK 量上面 几乎可以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 i z啊 非常非常的小 i x呢 非常非常的大 相对于i z来讲 所以呢 那以这样来看的话 就变成这个很小 这个导数就变成很大 那这个很大 这个导数就变成很小 那其几乎呢 这整个的式子的控制 都由i z来控制 所以因为i z很小 所以这整个的式子啊 就变成什么 很大 对不对 又因为呢 i z呢 很小很小 i x 所以啊 他告诉我们 i z 减掉 i x 怎么样 is very large 很大的 很大的话 那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设m不等于0 假设m不等于0 那因为这个很大 很大乘上一个有限值 那还是很大 那很大的结果 就代表你这个energy啊 会很高 ok 会很大 但是实验并不support 我们这件事情 ok 实验并没有告诉我们说 它很大 好 那既然实验不support 那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在这种状态下 你m的选择啊 你没有什么选择 m你只能够选择谁 只能够选择m等于0而已 这个是比较接近于实验 对不对 也就是说 if m不等于0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e z m 就变得很大很大 实验呢 看到了呢 并不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这样子没有选择了 这样子就告诉我们 m呢 一定要等于0 才能够跟实验比较配合一点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呢 那我们的energy呢 是不是 就可以写出一个比较effective 好像等效的 一个energy呢 写1 但现在不需要m了 因为我们就只有个z了 因为m要让它等于0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是不是就会变成 二分之h bar平方 j j加1 除以 kx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叫做第一个式子 那现在我们再回到这边来 假设从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碳跟氧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ok 碳跟氧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我们可以发觉呢 碳跟氧它们两个呢 在对于电子的这个 氢和力上面 是不一样的 我们给一个叫electron negativity ok 电子的电幅度上面来看的话 ok 我们的氧呢 电幅度是3.44 碳呢 是2点 我看看多少 碳是 我超一超重无线 2.55 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当他们俩一见解之后 这个电子啊 这个电子啊 比如说碳外围的电子 跟氧外围的电子 这两个呢 并不会摆在中间大家一起用 电子呢 会比较趋向于氧 被氧强过去一点 那碳呢 就变得比较正一点 所以基本上呢 碳跟氧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边会比较负 这边会比较正 ok 所以呢 假设它又会旋转 你先看看 只要你把正负电拉开来 拉成一条直线 你告诉我 这个是不是电偶机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Electric Dipo ok 那么Electric Dipo呢 假如说它在旋转 那么它就会放出 电磁波出来 或者是 你给它一个电磁波进去 假设你电磁波的频率 能够跟它这个旋转 能够产生共振 它就可以把它吃掉 本身就会转快一点 这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我们的 微波炉 对不对 微波炉 它发出2.4 Ghz的这个频率 2.43左右 就打到材料里头去 打到我们肉里面 打到什么东西里面 它就跟里面的水产生作用 因为它的Vibration Frequency 刚好就2.43 所以你这个电磁波 就会被什么 被水吸收 水就开始振动 这一振动之后呢 它就会发热 因为它能量总是要怎么样 消耗掉 所以它一消耗掉 它发热 那你就可以把东西煮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就有点害怕了 因为我们的蓝牙 也是2.4 你知道吗 一个2.43 一个2.4 所以这个蛮危险的 OK 我这个是不是蓝牙 这个应该不是蓝牙 这个是比较低频的 所以最近蓝牙 你外面买得到比较好的 这个无线电的电话器 就不是2.4的 它是5点多的 对不对 5点多个Jegger 在下一代会更高 OK 起码远离这个微波炉的操作范围 OK 不然的话 不是很多人把耳机挂在这边吗 对不对 挂在这边 假设你的electronics比较差一点 它有shift 或者有旁边的band跑出来 它也变微波炉 对不对 它慢慢煮你的脑袋 看看煮完之后 会不会变得比较聪明一点 加速你的思考 对不对 OK 好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面 只要我们有rotate 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 rotate 电磁力 diple 那么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它们emitt emitt emitt 或者是 吸收 em em radiation 不要 我们不要写radiation radiation 听起来很恐怖 对不对 em wave 它就会放出个电子波 或者吸收个电子波 OK 那么 假设呢 我们这样子来看呢 以 我们很简单的 这个idea来看的时候 那你就相当于 你发射出一个光子出来 你把一个材料在这边 它本来呢 可能是 z-1个state 然后你发出一个光子出来 跟它产生作用 你不要忘掉一件事情 这个到时候会讲 光子本身的angular momentum 等于1 假如说我们把这个系统 记住 我们要讨论的是 inillastic 非弹性碰撞 非弹性碰撞 所以这个是什么 initial state 假设你把它吸收完之后呢 它是不是会变成 到了另外一个state 这个是final 那么它就会变成 e-z-state OK 它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那重点是这样子 photon 这个angular momentum 等于1 所以你看看 假设我们在这个系统 并没有外力矩的作用 假设以固定眼光来看 它的angular momentum 一定要走 起初的angular momentum 有个等于1的 一个等于z-1的 那两个作用完之后呢 它一定要变成一个z的 对不对 那这个是你吸收 或者是你本身是e-z的 我可以反向 然后呢 透过了一个机制之后呢 它放出一个电子波 本身能量就降一截 OK 所以这个时候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的delta-z呢 一定要等于正负1 OK only OK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dipo 假设你是quotropo 那当然可以正负2 OK 那但是呢 在目前呢 我们就以dipo的眼光来看 那要是这样子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那它放出来的EMOF呢 一定就刚好 这两个能阶上面的差 所以呢 它放出来的光呢 一定会等于 1z减掉 1z减1 所以会等h bar平方 over两倍的i x 对不对 那我们的能量本来是这样的吧 二分之h bar平方 over i x 分子这么 z乘上z加1 所以呢 我们有第一个 1z z乘上z加1 减掉 第二个 z减1 所以呢 前面这个就变成 z减1 后面的z减1加1 那就是z了 所以我们变成 z减1 乘上z 会变成这样 好 这一看呢 马上就知道 z平方 跟后面这个z平方 刚好互相消掉 剩下一个z 再加上另外一个z 就变成2z了 2跟2就消掉了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 OK 所以我将这个呢 抄一下 我们这个是EMOF 它就会等于h bar OK 因为这边有h hμ的h 它不是h bar 所以移过去会变成2π πx z OK 我们就有这个 这个是什么 the frequency of OK 这是我们第二个词 这是我们放出去的 光线的频率 OK 那你可以发觉 就相当于说 它放出来的频率 会跟z有关系 那z 它只是一个整数倍的 在那边前进啊 对不对 在那边变化 比如说 我假设这个是1 那这个是2 那我就可以 第二阶 那我就可以第二阶 不是不是 这两个假设是 叫做0好了 那我这个1到0 2到0 3到2 2到1 3到2 对不对 这样很多很多很多 你可以放出什么 不连续的光谱 你现在光谱本身呢 是dependent on这个z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 对一个旋转的东西而已 以classically 我们来观看的话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 对个古典而言 jx呢 可以写成 ix omega 对不对 当然你要是不太记得 你就用这样子来看 我们一个动量是等于什么 动量是不是等于质量 乘上速度 速度x倒 对不对 这是我们古典 这个平移的 所以在旋转上面 动量就变成角动量 质量就变成转动观量 速度就变成角速度 对不对 OK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这个角速度呢 事实上 我们有另外名称叫 angular frequency 旋转的一个angular frequency 所以呢这样一来呢 我们的这个omega 会等于什么 jx除以i omega ok 好 那我们呢 再把量质力学的 再稍微来这边转变一下 我们把它转变一下的时候 我们这个omega 就可以变成什么东西 是否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为 这个呢 这个呢 h bar 更好 f的rotation 可以写成h bar 2pi 对不对 对不对 它这个j平方 再加上一个j嘛 所以我们把它看作 j平方 也蛮类似的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写成啊 类似 大于怎么样 h bar over rotation的frequency呢 也可以把它量化 只不过 在这个时候 我们去看待它的时候呢 它的能阶可以比这个高一点 或者我们可以找下一阶 j乘到j减1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它这个是dj嘛 dj项 所以是j乘到j加1 我可不可以取j减1 j减1它里面是不是更好 j减1 后面j减1加1 不就变成这样子了 就这个呢 还是可以approximation成为 j啊 因为它前面还是j平方 减掉j啊 那么是不是又会比它小一点点 也就是古典呢 我们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 它的能阶刚刚好在右边 用这种量力概念 开始来算的 的上下 OK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来看看 那我们实验看到的 大概是什么一个东西 实验看到的是什么 好 我们大概来画一个图 OK 我看看我要画哪边 我画在这边好了 这边比较大 假设这边呢 我们横坐标呢 把它当作frequency 只不过我现在要除以jigarhertz OK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 这边你看到的呢 就会类似这样 我用摆的来画好了 我先画几个意思意思 OK 并不exactly会对 理论上我们看到的 这个放射光谱呢 它本身就是随着频率啊 一阶一阶的变化 或者是吸收光谱呢 看到也是一阶一阶一阶的变化 理论上啊 假设这边叫一千 这边叫做两千 这边叫做三千 OK 这个是实验观察到 大概在这个range 那么我们看到这一阶一阶 我们就说啊 第一条光 可能是什么 可以从这个一到零的变化 这个是从二到一的变化 这个是三到二的变化 好 四到三的变化 等等的 你就可以像一路的排上去 因为对一个旋转而言的话 它的这个energy level 并没有限制 OK 它就可以像一路下去 那么假设你来看看 它的频率大概是多少 假设我们这个是 能阶的眼光来看 以放出了电磁辐射的 frequency的能量来看待它 那么相当于它的frequency 那假设它也刚刚好呢 差不多差不多是同个order rotational的order 那我们就可以用那边的来计算 它旋转的速度大概多快 结果我们看看 什么次多少 一千两千三千嘛 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frequency 假设也等于rotational的frequency 大概是什么order 这是十的九次方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一千大概十的十二次方 也就是它每秒钟大概旋转了 十的十二次方 你说快不快 非常非常非常的快啊 但是假设你以感觉上很快 对不对 那我们看看假设它发出来是 EM是电磁辐射 那在真空里面的话 电磁辐射你知道它有个光速 光速大概是十的八次方米 每秒 所以用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放出来的光波的坡长 大概多少 C除以μ 对不对 大概是十的八次方 除以十的十二次方 放出来光波的坡长大概多少 十的 负四次方米 十的负六就是micron啊 所以它大概放出来是多少 一百个micron meter 哇 这个坡长超级长 你记不记得可见光大概在什么范围 可见光大概多少 可见光大概在0.4到0.75micron meter 对不对 的这个范围 那你眼睛要比较好才看得到0.4 我大概看不到0.4 我大概只能看到0.45以内 0.75已经非常非常红了 已经快要红外线了 到底是不是红外线要看个人眼睛了 OK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是比较长的 所以这是可见光 它这个时候它放出来的光波 并不是在可见光范围 是比较长的 比较长的 就是能量比较低的地方 对不对 以可见光的能量 可见光的能量比它高 这个长 长到哪边呢 一般我们的通讯 大概是1.33个micron meter 你一般在光纤里头跑的这个光 它1.3左右 对不对 那好一点可以到1.5 因为刚好在这两个波段 在silicon oxide 氧化锡 就十一的这个光纤里头跑 它吸收率最低 那其他通道都被吸收掉 那再来呢 假设你要达到比较长波长的 为你主要的发射出去的这个波长的话 比如说以我们的身体来讲 我们的人的身体发射出去的波长 大概10个micron 大概10个micron OK 那10个micron 所以说你要是要拿一个夜视镜呢 这夜视镜你要仔细看 它上面的透镜都不是我们讲的透镜 它是要对这个波长透明的 可不是对我们可见光透明 所以常常夜视镜都是黑色的 OK 便宜一点的可以用jomenia做 OK 贵一点的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也是透明的 但是那个太贵了 那个叫什么名字忘掉了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身体发出来的光线 就是它发出来的光线更长 OK 发射出来的光线更长 好 所以这样来看呢 它的旋转的能量并不是很大 也就是说当初我们在考虑到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来激发它或者它放出来的辐射线的本身 只要是旋转的 它不会很大 不会很大的话呢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一般我们说旋转在可见光 在室温就差不多会发生了 就差不多会发生了 所以请大家回家算算看 假设100个micron大概是 多少的能量呢 假设我们一般讲1.2个micron 差不多是一个EV的 的能量 相当于 因为你把它转换成为μ 再乘上H 就等于交二 再把它转换成EV就是了 所以那这100micron比1.2长很多嘛 所以能量怎么样 很低 对不对 那一般可见光呢 一般我们的室温大概是多少 一个EV大概是1万多度 1万多度 我们室温才300度 所以我们室温 Room temperature 大概26个mini EV而已 千分之26EV 所以我们算一算 我们发现这能量还真的是蛮匹配的 在我们室温呢 几乎它就可以旋转 它就可以放出100micron上面的光 好 但是呢 我们要仔细去看的时候呢 假设你把这个JR按照树木字 这样子排下去呢 排到前面呢 差不多都跟你的黄色线 差不多重叠 当然有些地方你不会有看到线 这个原因我们就不再讲 但是呢 你会很快的就会发觉 这个理论上啊 根据我们这个J123这样排下去的呢 它应该非常规则 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啊 我只画几条 你发觉 这理论跟实际啊 有一点点差别 它并没有完全合在一起 到了这一边的时候 可能差更多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们观察到的频率啊 比我们用这个计算的呢 还要再低一点 尤其是在什么呀 能量更高的地方 为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假如说我们从古典来思考 那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我们刚刚不是说吗 你旋转的这么快 假设今天有个游乐场啊 上面有个旋转的东西啊 它号称可以转到10的12次方上面去 你敢不敢上去玩 转到后来你的血液都飞出去 细胞都被挤出去 一颗一颗往外飞 所以那不可能嘛 转的速度太快了 所以转很快的时候 各位你想想看 假设你是沿着X走旋转 转很快 你告诉我 这个碳跟这个氧 当初是靠着什么力量结合的 电磁的力量结合起来 对不对 因为电子云重新排列嘛 那么这个你又有你的质量 所以转得很快的时候 是不是 本来你有两个弹簧 选起来这么宽 那转快一点是不是 它会拉远一点 对不对 因为你旋转的这个 感觉上离心力很大 它就要拉开一点 一拉开的时候 你告诉我 转动观量变大变小 当然变大 转动观量是质量乘上 跟转轴的距离的平方啊 所以你的距离变大的结果 转动观量就变小 所以它告诉我们说 我们真正量测的时候呢 真正量测的时候 它告诉我们说 它不会这么简单 IX呢 会随着你旋转的频率 就是你的J值变大 它就跟着你变 所以呢 当它变得比较大的时候呢 它偏偏又在分母 你一变大 是不是整个值就变小 对不对 所以你本来呢 理论上应当是在这个地方的 那现在呢 因为你转得太大了 所以它呢 碳跟氧的距离就拉远一点 转动观量就变大一点 它实际上量到了frequency呢 就比较低一点 所以越高呢 这个的差别会越来越大 OK 所以这样子呢 就给大家看到 我们怎么用我们很简单的 这个Angular Momentum的这个 这个理论呢 来应用在我们 一氧化碳的这个难界上 OK 当然了 假设你今天要谈的是氧 那就麻烦了 也不是说很麻烦 因为氧是氧对氧啊 所以基本上呢 它有没有形成diple 它没有形成diple 没有形成diple 你就很麻烦了 你怎么让它旋转 OK 你怎么让它旋转 所以是很困难的 N2呢 可以吗 不容易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要牵扯到是另外的问题 那今天讲的比较简单 是一氧化碳 CO 那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同理可证 对一个水而言的话呢 水是这样 水 这个氧呢 一并把千穷都抢过去 所以呢 最后呢 它就类似一个diple OK 水是更强的diple 所以呢 它对这个电磁波的反应呢 应该也是很大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稍稍微计算一下 它大概的 共振的频率大概是在哪边 OK 让大家有点了解 好 那我们大致上呢 这个部分就讲到这边 从以前学物理开始 我们总知道 总是学的方式就是说 啊 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样的原因 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但是真实的物理上面 不遵守这条路了 真实的物理里面 都是我们观察到一个材料 比如说它放出来的光谱 是不连续的 我们第一个就会问 为什么不连续 然后呢 紧接着干嘛 紧接着要发挥你猜测的功力了 对不对 什么都是用猜的 我们就猜 这个会不会是旋转造成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假设一个旋转 然后就开始预估 一直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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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roximation 最后得到一个 假设是这样子的话 确实 J的本身 是整数被在动的话 他看到的光谱 应该是不连续的 对不对 但是你永远要记住一件事情 高中我们有学过 最基本的逻辑 对不对 A则B 可不可以推得到 B则A 可不可以 有个小朋友在尿尿 地就一定撕掉 所以看到地撕掉就一定有小朋友在尿尿 对不对 才怪了 我可不可以吃豆浆撒在地上 可不可以下雨 对不对 所以呢 这要很小心的一件事情 真正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都非常保守 我们不会说 这个就一定是 它旋转所造成的 我们会怎么讲 我们会说旋转 而造成分裂的能阶 可能是这个的成因 我们会这样子讲 你有看到CO2在旋转吗 转的都吐出来吗 有没有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真实的是什么东西 你只能猜 假设你有很多间接证据 告诉我们它是旋转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会说 它可能性比较高 你要记住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一开始 真正的在念物理系的学生 念到博士班 一开始非常不适应 比如说我们去打一个 一个东西的结构 去打一个 这个三色光谱 好了打完之后要分析 他以为分析 就是拿起来的东西算一算 结构就跑出来 你把他拜讨 哪里有这种事情 第一件事你先猜 它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可能是什么结构 你去算算看 算出来对的那个 那可能性就比较高 OK 他就只能这样子 OK 所以你讲起来很无奈 对不对 好像我们都在猜 但是因为有很多东西猜 最后的得到的结果 都非常类似 我们才会说 这个模型正确率比较高 你永远要记住这件事情 OK 你不要说很 很确认的就跟人家讲 这个就是因为它旋转 而造成的 地上会撕 地上会撕 是因为有小朋友在尿尿 not necessary OK 但是因为这个很复杂的推导过程 你要这么幸运的推导 重 还真不容易 但是在这个approximation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 我什么地方要引入什么概念 这个都是看个人功力啊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就是来说 OK 这个地方我用这个古典 然后呢 我又用轻原子能界的模型来思考 它的这个eigenvalue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你来知道它会遵守轻原子能界 常常很多时候你就要去思考 人家是怎么来猜测这个东西 怎么凑出来这个东西 最后当然是有严格的解 把它解出来 就是说 两个确实是很matched OK 所以你永远记住 我们碰到一个实验做完之后 我们就去猜测它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很快的 当我们会猜测它发生什么事情的 这个原理 这个mechanism一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mechanism再去猜测 它有没有什么一个结果 OK 比如说呢 一开始呢 我们看到一个材料 各位都有 现在在修固态的有哪些 举手一下 在修固态的 这么少啊 来举高一点好不好 我都没看到啊 你们都在修课好像 很 OK 好好好 你们都这么不好意思啊 说自己修固态啊 好 好像地下情报人员一样 OK 你就说我在修嘛 对不对 那其他没有举手的人 大概都修过了 对不对 OK OK 不管它 那一开始呢 大家就在想说 OK 假设一个材料里面 我们你们现在固态 不就学到Band Structure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假设说 电子在这里头跑 它不只是受到两边的限制 它形成一个驻坡 它会受到中间周期性 原子核的排列 也会形成驻坡 所以最后面Band的就跑出来 但是呢 不管是怎么样 它都假设 这个材料是无穷大 因为这个边界 它采取的是周期性边界 周期性就这一点 就等于这一点 所以材料是无穷大 但是假设你好迟不得 碰到个表面 怎么办 表面会跟你无穷大吗 表面就不连续了 你出去的结果 就已经不再是里面了 就有人算一下 这个表面的行为 就发现 跟我们观察的很像 很快就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表面啊 可能有人就想到一个 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特色 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特色 那是什么特色呢 就会发现 觉人体的表面 可以导电了 这什么东西啊 就跑出一个topological insulator 最近这五年 热到一塌糊涂了 理论先行 实验紧追在后 OK 所以我们就发觉 有的是实验在前面 理论追在后面 然后追不上 对不对 或者是理论先行 然后实验追在后面 我们不知道 OK 但假设你这个理论是对的 所谓对就是描述正确 合理 那么它预期出来的结果呢 也可能会是对的 我们顶多再修正一下就好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状况 他 是 看着